以后你要是想吃洋葱炒肉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炒出来的洋葱脆爽入味 肉片干香不柴 超级的下饭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颗洋葱从中间切开 切好以后放入清水中 清泡五分钟 洋葱泡过水之后 在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再准备一颗青椒切成滚刀块 适量的小米椒切成马蹄状 在这里主要是搭配颜色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适量的生姜切成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一小把大蒜切片 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把泡好的洋葱改刀切成块 也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现在的洋葱既经济又实惠 而且洋葱特别的出树 一颗洋葱就可以炒一大盘 洋葱切好以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准备一个大盆给它扣上 呱唧呱唧这么一摇 给它摇上30秒钟 打开看一下 自然而然的都散开了 这样在炒的时候成熟度和口感一致 再准备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再改刀切成片 做这道菜用猪里脊和梅花肉都是可以的 把切好的肉装进盆里面 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五花肉给它清洗一下 把里面的血沫给它清洗掉 这样还可以松弛一下肉片 在吃的时候不老还特别嫩 洗干净以后挤干水分 要想做出来的肉片滑嫩布柴 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料酒 一点点老抽提色 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好后再加入一颗蛋清 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蛋清肉片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里面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再次下手抓拌 使每片肉上都均匀的裹上淀粉 加淀粉可以锁住肉片里面的水分 这样肉片吃起来不柴不老更嫩 最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待会儿在炒肉片的时候 不会粘连在一起 抓拌好后先放一旁备用 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 把腌制好的肉片加进来 把肉片炒散 开小火慢慢地煎 煎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这样肉片吃起来香而不腻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肉片炒好后 先把它盛进一个盘子里面 锅中留底油 把姜蒜加进来 开大火炒出香味 炒香后 把洋葱块加进来 把青椒和小米椒也加进来 开大火继续翻炒 把洋葱青椒小米椒炒至断生 炒好后把肉片加进来 再给它调一下胃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适量的生抽 一点点老抽提色 再加入适量的蚝油 开大火翻炒均匀 在炒洋葱时 先不要急着放盐 放盐过早的话 洋葱会出水 把所有的食材 再炒至30秒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装盘 美味继承 一道超级下饭的 洋葱炒肉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试一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阿鹏点赞关注 评论和转发哦 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吧